Hello 大家好 我是Sanel老师 那今天Sanel老师邀请到的 就是我们北京的袁天一同学的爸爸 来给我们做一下采访 那我会问到一些很家长 家长都会关心到的一些问题 那首先我们先请天一爸爸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学生袁天一的父亲 我是一个普通人 跟大家一样 非常高兴介绍Sanel的采访 我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问我 我也可以如实地告诉给大家 那我这边收集到问题 就是可能大多数父母都会担心的问题 因为您孩子是在北京35中的国际部上的是NCUK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其实它是一个国际预科课程 大部分申请的也是英国的学校 怎么会想要到申请到澳洲的本科呢 在学质上它是三年跟四年的对比 另外呢 当时考虑一个是移情的问题 英国的移情呢 不如澳洲的就是封闭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虽然现在澳洲它也突然间也报复增长 但是在当时的封闭的效果会比英国的更好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考虑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是孩子健康为主 还是学义为主 还是未来去什么更重要的问题 因为要如果出去了孩子感染了新冠 就我曾经学过医来说 可能不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对于医生 对于家庭来说 对于远在海外的家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块 特别难过 是是 他们那儿可能治疗方面呢 远不如国内 就靠自己申扛嘛 但是家长的变念会更多一点 所以考虑 诸如几个方面的考虑 后来考虑了西南威尔士 而行千里牡丹幽 就是作为女儿的话 那您作为爸爸确实也是会非常担心 那孩子出国读书这件事上 您除了就是疫情方面 还有健康方面 有没有其他的顾虑跟担心呢 然后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呢 会遇到很多挫折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在不断地成长 包括现在的高中生 跟我们现在在养育孩子的时候 大部分呢 都是由家长来替代的 也给了他很多的 很多方面的指导 毕竟不是他一个人出去 我想了很多方法 带他出去啊 去做一些社会实践啊 做一些东西 但远不如脱离父母 断奶会更好一点 夏军新让他去读书 去一个人去闯的时候 也曾跟孩子去谈到这个问题 而恰巧我们家的孩子呢 很主动 他愿意去 愿意接受西南威尔士务 而且况且呢 现在这个这个00后的孩子 远远的会比90后 80后 或我们这一代人 思想要先进的多 想法会更多一点 他们认为的困难会少一点 更多的是认为说 我有自主能力去改变社会 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这一点我是非常欣慰的 虽然我非常非常惦记 孩子也小 在社会方面呢 确实不是很独立 但是我相信只有他出去了 他才能断难 他能不依靠家长 他能不依靠家里头人去帮助他 这样下来呢 我就会换种方式 那是未来更好呢 还是在你身边会更好 也许呢 一旦走出去 带给他的是一个全新的变化 教育模式不同 教育方向不同 教育的方法不同 他学习也是不同的 之所以这样 有了好的方向 甚至靠他自己努力 我们第三个问题是 那在孩子的职业规划上 这边是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我是一个 不能说我特别爱国的 不能把自己放在一个 因为我更喜欢在家 在国内去工作 那么未来发展方向呢 大部分呢 现在的孩子学习呢 没有方向 更多的是学习商科多 学习艺术多 现在的艺术方向发展呢 不是不好 是越来越精细化 那么更多的人呢 会处于社会的压力之下 不是那么简单的说 我现在很快就能 适应一份工作 出国留学 不是说我想 因为留学会得到 很高的报酬 也不是说 我出去回来以后 就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本科教育 我想更多的是 一个素质教育 是孩子在选择 职业方向呢 他没有更多的理解 不理解这个社会 我们给他的方向呢 更多让他去选择 商科 因为有的家人是做企业的 他更喜欢学习管理啊 去商科 而我对于普通人来说 更愿意孩子 有一份稳定的职业 这个职业是很重要的 他可以自己养自己 可以很好地 把这一份工作 能做下去 那么作为延长 这些东西呢 我考虑的可能更多呢 是未来发展方向呢 有教育学啊 健康心理学啊 很多事 我从这个职业角度 能够回国工作 因为把一些先进的思想呢 先进的理念呢 能带回来 我去了 我拿了个文凭 文凭并不重要 重要还是实际的工作能力 有了名校 再有能力 这是我们未来发展方向 你可能他还有 本科教育的只是一个 素质教育 刚才我说了 那么可能还有研究生 还有博士 然后他要去读 那么在一个国家学完了以后 他是不是要考虑 我去英国才去看看 我去澳洲看看 我去加拿大看看 我去美国去看一看 这是我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不需要在某一个方面 我做的高精尖 但是我希望 更多给孩子一个开拓视野 让他对世界有所了解 不能像我们过去 做一项工作 做一辈子 这样呢 对孩子未来发展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所以我更多给孩子 更多的鼓励 让他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 因为只有自己喜欢这个专业 他才去愿意去学 他才却有能力 去驾驭自己的学习方向 我是这么考虑的 学生科 你就会在商科领域去发展 学了会计 你要学考会计师 考这个四个人 那个人 方向又不同了 我想很多 我想你在你这个年龄 跟我在这个年龄去想 这个职业不见得你喜欢 是吧 但是为了生活 为了生存 我们需要打这份工 但如果有一份职业 又是你喜欢的 你就拿这份职业去赚钱的 这是适合你的发展 我是这么想的 我不知道大家别的家长 是不是也这么想 是的 这个至少你给了一些家长 很多的方向嘛 对吧 目前咱们是在国内上网课 因为澳洲这边也计划 会在11月开始 就慢慢开放国境 然后2022年初的留学生 就会有望 能够入境澳洲 那您这边是会计划 第一时间去澳洲呢 还是希望延迟一些时间 去澳洲呢 就我个人的想法而言 我希望更稍微延长一点 因为现在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这个病毒的发展情况呀 越来越趋于明朗化 要么全世界人民都得了 都有抗铁了 要么都打了疫苗了 但是现在又有消息说 在日本 这个病毒现在变异了 可以自己消灭自己了 病毒开始消灭 说这个发病率的逐渐下降 在下降区是可能呢 病毒的发生变异 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 而在这个时间当中呢 医学发展呢 会之后 但是我们很多人 去慢慢去 能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医学进程 就是我们所要求 孩子能够追寻的步伐 如果你学会了 去应付这个病毒 你有更多的知识 去管理自己 有更多的相应的这个科学知识 能够武装自己 你在出去的时候 在遇到这个突发情况下呢 你就有可能去很好去解决 所以我不是那么着急去 因为不在乎这一个月了 不在乎这十天半个月了 所以有很多家长去了 去了英国 到了曼泽斯特 感染了 感染了行不行 肯定有人管 因为现在病已经 已经不至于死人了 这样家长的心态 会变得好一点 孩子的心态呢 也会好 社会整个发展方向呢 会越来越好 人们抗击疫情的 这个决心会越来越大 我是从这角度去考虑的 我希望各位家长呢 从各个角度去分析 我只希望各位家长呢 不要太着急的给送出去 送出去呢 虽然第一时间 他接触了这个社会 但毕竟国外的生活状态 跟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有天长之别 他们崇尚的那种自由 跟中国人认为的自由呢 是很大的区别的 所以我更多的去 让孩子呢 先去理解这件事 理解完了呢 可能步伐放他慢一点 后期步伐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个人意见啊 希望能够打一个 家长呢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前进吧 那这一边最后一个问题 对于孩子有出国留学 打算的家长来说 其实国际关系和疫情方面 是比较担忧的 那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可以给到家长们吗 从我来个人来角度看 最开始我比较盲目 可能孩子去院去读书 就送过去了 没想到美国人的这个状态 最最开始我也是想去美国 去读书去 因为美国人的状态 跟英国跟澳大利亚 很多地缘政治 这个经济封锁 这个高科技 很多东西有很多 但是基于一点考虑 我个人认为啊 政治是政治 政治是国家 跟国家之间的政治 但是教育呢 还有各国的不同 但是教育的方向 发展是不同的 我们不能把政治 掺托在教育当中 更重要的是 你未来发展方向是怎么样 在远在这个上上个 上个世纪 中国人最早出国的时候 也都是在战乱时候出去的 但是教育不会是乱的 教育是有发展方向的 教育给你带来的是知识 知识的改变 是命运的改变 你有了知识 你有了发展方向 你才可以去改变这个世界 和改变你的世界观 那基于这种考虑呢 我考虑的不是说中国教育不好 我到现在认为始终认为 中国的教育很好 但是孩子喜欢 这一代的年轻人 远远高于很多时候的年轻人 他们认为未来世界是 更多的靠知识去改变自己 宋主书学期 我没有考虑到地缘政治问题 我只考虑一个教育方向问题 哪个教育理念更好 更先进 我愿意去接受这种教育 教育理念教育方法 所以我是这么想的 这个问题 挺好的 所以有很多人把政治 跟他掺和在一起 对 对孩子未来的期盼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想说 孩子读完书以后 能让正当年薪一百万 或者能让我的生活改变很多 我没有 我只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能够干他自己愿意干的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我没想到他能是这样 所以你能理解我 就是咱们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 不一样 有很多人就觉得说 我投了两百万金铁 我想拿回几千万 说孩子教育以后会怎么怎么样 这种想法是一点都不切实地的 不是说怎么样 也许他回来可能还不如国内的 这个民法大学毕业的拿得多呢 这需要什么 就需要调解自己吧 你需要改变自己很多 因为教育体制都不同 我们教育的方向也不同 更多的你去考虑的问题 是孩子发展的问题 和未来的问题 也谢谢您今天参加 就是我们的这个采访 给到家长这么多建议 谢谢您 那我们今天采访就到这里了 不客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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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